旧的旋律 闯满了回忆 盼着我 在每一个没有你的夜里 落在时光里的你 是否和我一样会叹息 如果多年以后 那曾笑叹彻的结果 谁曾想过 真的败给了生活 至少我 曾一无反顾勇敢过 就算会落寞 就算错过一样值得 多年以后 你依然还在我身后 拥抱着我 路过窗外的烟火 挥挥手 在即将到达的路口 这如果也是一种结果 YOU类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开 来 不是你先跟我说吧 这家没我不行吗 马上来 是吗 让我瞎你 让我瞎你 你确定就是这个小区吗 我亲眼看见他 就从这个面进的 看见 咱们车进哪儿 去前面 一定要把车停好 千万别让我那边发现了 放心吧 老爸 他发现不了 今天雨下了还挺大的 早点回来啊 你也得早点回来啊 下一天骑车不安全 我帮你叫车 车来了 那你呢 他们俩要走啊 有运动人 上车 那我走了 你自己小心一点啊 好的好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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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死我了 真的是你大不中流 老板 现在怎么办 跟上啊 跟哪个呀 你说跟哪个 当然是跟那头小狼狗吧 真 一会儿啊 你看我的颜色行事 套他的话 老板 我一司机开着车 怎么看你眼色啊 那我说你这人 怎么那么多事啊 那就咳嗽为号行吧 哎 开车去 哎 这边 老板 他在前面呢 看慢点 停到旁边 小伙子 请问那个赵家楼怎么走啊 赵家楼啊 赵家楼啊 赵家楼还远着呢 还远着呢 那你能不能上车 带我们去一趟呢 好 我可以给你钱 一百 那个我还有事忙着呢 三百 那您往里串着 这 这么好的车 没导航吗 坏了 其实手机也可以导航啊 没电了 如果要是在乎你 充电器也没有 好 那个师傅您一直开 如果要转弯我告诉你 好嘞 小伙子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是健身教练 这个是我的名片 来 给您一下 他开车注意安全 好 好 健身教练 这是份证明的 专业的健身教练啊 能顶范个医生的 是吗 吹牛嘛 您看来 肯定是有脂肪肝的 有脂肪肝 我天天跑步 怎么可能有脂肪肝呢 那是以前跑吧 现在不跑了 因为膝盖出问题了 你怎么知道啊 因为您这个年纪 加上力量训练跟不上的话 越跑膝盖越容易出问题 出问题吧就放弃 放弃吧就反弹 恶性循环 不幸被您给说中了 中年人到我这把岁数 最害怕两件事情 一是体重乘伤的数字 而是下水草里的量力 你们健身人里面 男的多还是女的多 女生多一些 男会员呢坚持得久一些 你有女朋友吗 有 我女朋友就是我的会员 原来这么回事 那你女朋友一定没溜钱吧 那倒没有 她跟我一样 都是穷光蛋 但我们两个在一起啊 穷 但是穷得开心 穷开心 那你们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我有半年的规划 我女朋友还不如我 她连一个星期的规划都没有 那怎么行啊 你是男人 她是女人 男人对女人 必须得有责任心才行 是 男人得有责任心 但是我觉得恋爱嘛 就享受当下 毕竟我才二十四岁 对不起 对不起 突然穿出一只眼包来 老郑 你怎么开车呀 没事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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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说你多大了这儿 二十四岁 对啊 我看着不太像是吗 你打算什么时候 我跟女朋友结婚呢 结 结婚啊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不过结婚 待三十岁吧 我那还有五六年呢 她比你大五岁 别把人家耽误 没事吧 爸 不是 你怎么知道 她比我大五岁啊 你刚才自己说的 说了吗 说了 那其实恋爱嘛 活在当下就行了 不要考虑那么多 享受恋爱才是最重要 小诚没 这赵家露还没到呢 小诚啊 不是 你答应我的吗 什么呀 马正 谢谢啊 莫名其妙 这是哪儿啊 这到底是个什么货啊 妈 怎么是你开门啊 杨正呢 慢点 杨正去接您了 接什么呀 我又不是不认识路啊 妈您不是来住几天吗 怎么带这么多东西啊 几天我早就做好了 抗战的准备了 行啊 来来 来 我来帮您 走 我说你这小月子这是月子 您赶紧躺下去啊 没那么娇气 等你身子养好了 你还得怀吧 怀完了还得生啊 生了孩子还得有人看着吧 这我都做好思想准备 全是我的活啊 放心吧 我就是你们俩大后方 我看看 喝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油盐酱醋呢 超市里呢 你们是开火还是不开火啊 不怎么开火 不怎么开火还是不开 不开 还是的呀 你瞧瞧 火都不开 你这身子怎么养得好啊 那你们皮汤吃什么呀 这里边怎么什么那么有啊 我们平常都点外卖 手机一下单 马上就送家里 特方便 是 什么都方便了 就是钱不方便 那么大冰箱里边 就一些酱豆腐 看这日子过得 妈 我去接一下了 我们走场了 接什么接啊 站住 向后转 干吗 去超市 大采购 你刚到你不休休会儿啊 休什么呀 你赶紧床上躺着去 我已经买了 了 我已经走回到家里了 你快逃干什么 你不说好 你快逃干什么 之前先是要走 看筹票 以后要吃丢花 了 一人来吃丢花 妈 借我来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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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去坐着 叫杨征来吃饭 去吧 杨征 吃饭了 妈 咱们家要来客人吗 没有 就咱们三 这么多菜 没有 你得多吃点 要不你怎么增加点营养 身体怎么恢复啊 快吃吧 这太香了 家里中了点烟火气了 这才是人吃的饭嘛 妈 快 米饭还得等会儿 先吃菜吧 来 谢谢 妈 太好吃了 好吃 妈 我给你布了个认可 谢谢 你待会儿有点时间啊 路必要教会沈门堡做饭 怎么说也得学 十几道家常菜 再还有几个 打老手手汤吧 我们同时请 请我们去他们家吃饭 我抱一个婚姻想人家 招什么急啊 学多饭还不容易吗 这日子尝着呢 我跟你们说啊 我把老家的房子挂中介了 给钱就卖 以后这家里做饭洗衣服 打好卫生的事 全我包了 我就是你们俩的大好方 你们俩好好工作了 不是 妈 您把房子卖了 那您住哪儿啊 屋是内屋啊 这鸡蛋做好吃 吃吃吃 再吃点菜 你过来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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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呀 怎么了 合着你们俩是给我下套呢 我哪知道 那是我妈自己自作主张 她也没跟我说 她把房子给挂中介了 我跟你结婚 不是来你家当童享席的 怎么就跟我妈住在一起 就成童小席了 那么不小心老太太 仍要把房子卖了 还给我们减性 减性负担呢 你怎么不面得人家好呢 你有妈 我也有妈 我妈会不高兴的 你妈可没有妈靠谱啊 你什么意思啊 我实话实说 菜来了 现在遍地都是外卖 所以我做的就是真爱 尝尝 你每天都给我做 那么多好吃的 你想养猪啊 我现在是你的男朋友 不是你的健身教练 你吃得越胖 我越有成就感 我都已经够胖的了 你还想把我养胖 胖是胖了一点点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想让我体重上升 颜值下降 然后你的竞争者就少了 你再胖也不影响你的颜值 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 送我的 这样就可以凑成一对了 谢谢亲爱的 不客气 亲爱的 那谢谢你咯 那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吗 好的 我要背着他吃 吃 那我也背着 今天 还有人问我结婚的事 谁啊 就是一个 问路的 问路的 问路的怎么问到 隐私上的事 我也不知道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 我跟他说 爱情是爱情 婚姻是婚姻 你知道 你会向我求婚吗 你会向我求婚吗 那 你会答应我吗 是 集团第一家公司上市前夜 你起来削铅笔 削断了二十八次 志华收购的时候呢 你也是削铅笔 削断了十六次 金融危机 你拿大叔去来研究我 你都已经好多年不削铅笔了 怎么了 公司一切正常 没什么大事 就是我那宝贝女儿 可欣呢 新交了一个男朋友 你说一个健身房的教练 他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啊 他有多高的认知啊 我觉得就是一个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而且他还比可欣小 我是担心咱们可欣会受骗 会被欺负 他说他骗他怎么办 年轻人谈个恋爱 没必要这么焦虑吧 再说了 咱们俩的事 你不是早就答应我要告诉可欣的吗 什么时候兑现呀 行啊 别小了 赶紧休息吧 老老 老吴 这么早 怎么了 挺说的 老吴不流产了 哪个他却不说的 哪个他却不说的 这种事又不用群发邮件的公司上下都知道了 怎么怀孕了还让他上班呢 老婆比较事业心 不用这么拼吧 家里困难 要不要弄个卷款什么的 张 我跟你说啊 脑袜这种生物 养得起是一回事 口得定是另外一回事 喝个大碗 妈呀 我自己 您在外面坐回来 你来 慢点下 快去去 慢点 来来来来 大副 大副 我 我来复查的 最后还是流产了 是啊 这位是 是我婆婆 对对对 婆婆 婆婆陪着来的可真不多见 应该的 像她这个年纪 能要还是早点要吧 是是是 就是 就是 你看 医生就这么说吧 年轻人 不听话 她年轻不懂事 那您是长辈底拦着点她呀 这三十多岁啊 晚上本来就挺不容易的 这又不是未婚是不是 人家想要还要不上呢 你说这好不容易怀上了 你这还做掉了 不是 我这不是做掉的 我这是自然流产 自然流产 您上次不是说不想要吗 我就是说软 也不是真的呀 这种话可不能随便说 这样吧 你先验个血 然后照个毕超 你别生气啊 我怎么能不生气啊 你是说得很清楚吗 根本就是你自己不想要 所以才没保住孩子 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妈确实也没做好 要孩子准备 你没做到准备了 你结婚干什么呀 我说人结婚了 妈 吃饭了 妈 那下一个 天哪 来啦 叫你买的东西买了吧 都买啦 给你记载功劳不少 等一下啊 我还给你带了一件礼品 什么呀 你打开看看 这是什么呀 背话扇 以后你跳舞的时候 就拿这把扇子 真的呢 这样 我就知道 还是你这懂我呢 怎么奖励我呀 讨厌 走吧 走吧 人生何止如初见 何事秋风背话扇 你赏来了 我就知道一万年太久 这真照顺知道了 妈 妈 我错了 妈 我错了还不行吧 这个事 您可千万别让杨征知道啊 这不知道内情 都闹得心风血雨的 这要知道了 我 你放心 我不会跟他说的 真的 妈 你实在太深点人意 别 我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您说 我得在这儿住 常住 这不得跟杨真商量吗 他是我儿子 他肯定同意 现在主要态度看你的 我 我的态度我 有人来了 谁呀 是我妈 这位是顾叔叔 我的先生男朋友 顾叔叔好顾叔叔坐 这是我女儿明宝 明宝很漂亮啊 随你 你顾叔叔是做房地产生意的 正好是儿子在这儿打理 有水吧 我去给你倒 我给你倒 那个阿姨啊 我自己带着茶 她喝那个蜂蜜加柠檬水 叔叔我来 叔叔 这是我婆婆 我给你了 十里了 十里 十里 我就说嘛 老母没有这种气质 来 明宝 坐下 妈 你来就来干吗还带东西啊 这都是你妈妈让我买的 谢谢叔叔 娘家人的态度摆在这里呢 又让你婆婆对你好点 妈 什么都挺好的 来 拿着 什么名字啊 你给我钱干什么呀 我不要 我有钱 我知道你有钱 你有是你的 这个钱哦 是你老妈做卫生赚的 拿着花吧 谢谢妈 没有柠檬 没有蜂蜜 喝点茶吧 茶我是喝不来的呀 我 我神经衰弱 我要失眠的 我去给你倒水 明宝 坐下 行 我去 明宝 你坐着 你小蝉 你怎么能够随便动呢 想当年我怀你的时候啊 你爸爸是一点都不让我动的呀 他把我当慈禧太后一样伺候着 妈 你这比喻不恰当啊 我外屋里面应兴 喝吧 喝吧 我做饭去 那个菜不用太多啊 三菜一汤有灰有素就可以了 谁说要留你在这儿吃饭 你干吗傻做着呀 你赶紧厨房帮忙去啊 我去帮忙 我去帮忙 这个怎么样啊 挺好的挺好的 你妈我呀 这辈子别的本事没有 就是能够 耗得住男人 你没看出来啊 被我调教得服服帖帖 你厉害 你厉害 你伯伯打算做多久啊 刚才说了 好像她想常住啊 什么 要死了 她这不是要纠战雀巢吗 不是 我婆婆也是为了想照顾我们 瞎说 我告诉你啊 她这就是明摆着 要你们给她养老了 你知道吧 那她也愿意帮我做家务 帮我带孩子呀 你愿意不来 我 那我得有我自己的生活 那你不就行了 说什么 我帮你去问问她 你问什么呀 我要问清楚啊 她到底几个意思 问什么呀 那个潘妮啊 我看了看 她这里只要一菜一汤 要不然这样吧 我下去再买点什么 你给我坐着 就是一菜一汤 你们自己看着办去 你坐着呀 好 李正宏 我女儿小产 你就给她吃一菜一汤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呀 妈 你看我陪你聊了半天了 我也挺累的 要不您跟顾叔叔 你们俩先回去吧 你说什么呢 我今天就要当着面 让她把这个话 跟我讲清楚了 谈吧 摊开了她 好啊 你让小两口一起挣钱 给你养老 你算盘打得也太金瓜了吧 我卖了老家的房子 给小两口还贷 问题是钱呢 你拿出来了没有了 明宝 你看见你婆婆把房子 卖了的那个钱了吧 我婆婆那房子 挂在中间公司正在卖呢 哪哪哪 人家就是说说而已的呀 一句话又不要成本的了 还吃你的住你的呢 吃谁的住谁的呀 这个叫的柴米油盐 是我花钱买的 你刚才还说买房呢 你现在又说买菜的了 问题是你买来什么了 我没让你买海参鱼 是鲍鱼 鹿唇什么的 我就是心疼我女儿 小产 你就给吃一菜一汤啊 明宝 妈带着你出去吃好吃的 这俩孩子不会过日子 家不像个家 我到这儿来 是帮他们洗衣服做饭 以后带孩子 我是有牺牲的 你怎么把我说成一个 占便宜的人了 你倒是说得冠冕偿皇 谁不知道啊 你就是心疼你口袋里的 那两个钱 你掉前眼里了是吧 那好 我告诉你 我女儿从今天开始 就不上班了 就做全职太太了 让你儿子一个人养家 这次你失算了吧 我可不当全职太太 谁跟你说我要当全职太太了 别说话呀 孝思云 你女儿 我儿媳妇 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 十年寒窗 你让她当家庭妇女 你就是个蜀木寸光 只有亲妈才心疼女儿 只有婆婆最了解儿媳妇 在我们那个年代 做家庭妇女 是被人看不起大了 你混蛋 我们这个年代 当全职太太 那才是成功的标志 要怪 就怪你的那个宝贝儿子 杨真没出息 你个小童谷 根本就要不起她的太太 我儿子看你女儿 臭臭女儿 我女儿子 她给你儿子 那还是兴飞心大了 好 太太太 好 太太太 明邦 你小蜡 你不能动气的呀 你不不能动气 你就别气我了 行 行 妈 你们赶快走吧 顾叔叔 对不起啊 对对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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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素云 我看咱们还是先 先走吧 走吧 走吧 你别说 我 你欺负人呀 你要跳舞吗 你欺负我女儿你知道吗 再说 再说 再说了 妈 老家那房子还没卖掉呢吧 看的人多 出钱的少 你说这房子一说卖掉吧 还觉得挺心疼的 住那么长时间得有感情呢 妈 你回去住啊 妈 要不你回去住吧 你别在这儿垫灯泡了 谁垫灯泡 我怎么就垫灯泡了 我告诉你我要回去住 你俩准出事 不是 你不走 我们俩不在出事呢 你媳妇根本就没准备好 没准备好什么 没准备好怀孕生孩子呀 她不仅身体没准备好 精神上也没准备好 那是您自己意外 别瞎琢磨了 谁瞎琢磨 这之前你就都没跟她 好好聊聊 没会儿问问她 为啥不愿意生孩子 有什么后顾之忧吗 她是不是觉得 怀孕了 这个身材会变了 会影响工作 是不是生孩子 养孩子会花很多钱 这些事情 你根本都不清楚 你都不了解 你该好好跟她谈谈 这些都是她跟你说的 不是 我 我自己猜的 没事瞎猜什么 这不合逻辑啊 怎么就不合逻辑了 她不想生孩子 她结婚干吗呀 有病吗 你太傻了 我告诉你吧 结婚跟生孩子 分明就是两回事 我当年怀你的事 我就不想要 那后来生你那年 我就没平常先进 你没平常先进 还怪我了 那不怪你怪谁 还怪我 你是我吗 屁股得坐正了 别坐歪了 别总胳膊肘都往外拐了 谁胳膊肘往外拐了 她也没说她一定不生 只不过是大夫说吧 本来呢 她是想把这孩子给做了 你 你说什么 我什么都没说呀 我没说我不知道 我不清楚 刚才说的话 你就烂在肚子里边 我不清楚 我 我真的不了解 我听我妈说 你根本就没想要这个孩子 你该不会是想 为了一个念头 试判我吧 知不知道这么做 就等于是剥夺了我 拥有后代的权利啊 你有没有听过 子宫自由生命剥削啊 你什么意思啊 结婚不就是为了生孩子吗 要是不想要你 为什么不早说呢 对你来说 我就是一个行走的子宫嘛 你不用这种方式 诋毁我行吗 我很尊重你的 你能不能也尊重尊重我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新闻呀 就是说一个人工子宫 孕育了一只小羊 还有一只小鸡 是从一个塑料壳里 腐化出来的 要不这样吧 我给你捐一个卵子 你等到人类科技发达到 不需要女人生孩子的时候 再用吧 你是不是有病啊你 能不能好好聊天 无法理由 要怎么起来了 你要是渴了跟我说我给你倒水啊 觉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怎么了 妈你怎么能骗人呢 咱俩不是说好了吗 你怎么不跟他说的 说什么呀 我 我说什么了 我没说什么呀 是 我刚开始的时候 确实动过不想要的念头 可我这最后不是自然流产的吗 怎么让你们母子俩一合计 我成阴谋论了 我跟你说吧 小产 需要躺着休息 千万不能生气 给你床上躺着去吧 我给你做好吃的 我能不生气吗 您知道您儿子跟我说什么吗 他说他找我就是为了繁衍后代 这是他的不对 他怎么能这么说呢 是吧 但是 话操理不操 那他还不让我工作了呢 他要的根本就不是一个老婆 他要的是一只宠物 这就是他的不对了 妇女工作的权利 争取了好几十年 好不容易争取到手了 现在他不让你干了 那怎么行啊 就是啊 那在家里带着干什么 成了社会的寄生虫 粮仓里的大老鼠吗 可不是吗 妈 这事您站我这边 我站李这边 我 也是个事业型的女性 是吗 什么叫是妈呀 当然了 我跟你说啊 当年我从骚丝女工开始做 一直做到车间主任 又从车间主任 做到了副厂长 就在副厂长要转正的时候 国企整改了 整改知道吧 关停并转 不提了 就因为我一心不在工作上 忽略了家庭 忽略了老公 结果 不提了 不提 妈 那咱俩得结成共守同盟呀 这事 您站我这边 帮我说服杨征吧 你放心 咱俩是一头的 你干嘛 你进去 沈米炮 想出去工作 我问你 这女人 老在家里这么闲着 还不得带出事来呀 我们公司中层以上 老婆全部都不上班 清一色的全职太太 看也没人闲出事来呀 不是现在那女人都怎么了 老公一个人挣钱养家 那老公得多累呀 我一个人挣钱够了 老婆老婆养不起 孩子孩子保不住 那是你儿子我失败 你 我跟你说 妈 我们公司大老板 詹姆斯说过一句话 在家hold不住老婆 再烦就搞不好工作 像那种 挣得还没有老婆多的小男人 他那干嘛 只能把家务全部都给包了 下班买菜 回家做饭 还得挑老婆喜欢吃的做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也没个休息日 这种男人在事业上 就没那个霸气 没那个野心 没有那个上进心 外力斜说 沈明宝 是不是又给您洗脑了 没有 这一次你的立场 必须得坚定 站在我这边 好的 立场 没有坚定 喂 是陈教练吗 你好啊 你还记得我吧 那天你帮我带了路的 我记得 您好 您好 是这样 我觉得你挺专业的 我想请你明天过来 带我上一下私教课 怎么样 健康午餐来了 这也太丰盛了吧 慢慢享用吧 你这会是要去哪儿啊 工作 什么工作 一个大客户上门私教 真的 你给我被辩私教三规 给我听听 圣人训私教规 不乱摸不多想 没微信没QQ 不聊家常不脱堂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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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有什么 我怕你在家闲着无聊 给你报了个班 好 成功人士写内注进修班 写什么呀 清晴书画 诗词歌谱 就是啊 挺好的 学点东西啊 以前我在老年大学上过国画班 今天就有课啊 钱都交完了 上班去 你路上慢点 知道了 接着去啊 上班的地址 你怎么给扔了呀你啊 怎么回事啊 我不去啊 你为什么不去啊 多好啊 我儿子对你多好啊 三叔的钱都交了 不去不去浪费了嘛 还有人想 认识我 我还不去呢 要去您自己去吧 我跟你说了 钱都交了不去就浪费 多可惜啊 百家的活 好 您先随便坐 修先生马上过来 好的 器材这么全 设备真是专业啊 觉得这儿怎么样 这儿 这儿挺好的 挺好的 没有让您失望吗 那不会 那咱开始吧 让我看看你今天 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那咱开始吧 让我看看你今天 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鸡 我再划过来 仙人后己 先随人后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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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严荣公 得严荣公 我给您拉伸完啊 我跟你说明天会有一些酸痛感 这是正常的乳酸堆积 习惯一下就好了 那咱拉伸结束之后继续练 没关系 你怎么还练呢 我现在还练了 别练了 练不动了 那我可要跟你说清楚啊 课时费我们是不退的 小伙子 我怎么会少你一分钱呢 就你挣那点钱 你得上多少节课 才配得上可星的平均水平啊 你 你刚刚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可星是我女朋友 她什么时候成年女朋友了 我还没同意呢 我叫薛桂祥 她叫薛可星 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是她父亲 你开什么玩笑 你不信啊 ?". 装作词 踏着风雪飘零 又黄在岁月的潮汐 我们跑丢了自己 我们抛散了爱情 多少美梦成了说说而已 还好有那取暖的回忆 我们活不乱跳 在哪里 却又浮浮沉沉的飘荡 在哪里 停在灯火通明的夜里 我们又来又去 心却在哪里 我们相互温暖 在心底 像同一棵树 叶子共渡 这风雨 无畏 天南地北 的分离 因为 又来又去 心还在 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